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胸肌絕對是大部分男生最愛練的部位 每個禮拜一甚至還是國際練胸日 跟上次的肩膀訓練一樣 我今天也要透過簡單的解剖學 跟大家分享胸肌應該如何訓練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一般我們說的胸肌指的是我們胸大肌 主要附著的位置 由我們胸骨到我們的宮骨大節節 胸大肌主要的功能是將手臂拉向胸部 肩關節的水平內收 肩關節內旋以及肩關節曲曲 這些動作都會使用到胸大肌 我們可以發現胸大肌負責的動作 跟前三角其實蠻接近的 主要也是各種推的動作 但要注意的是手臂跟軀幹的角度 一樣是推的動作 當我們推的角度慢慢往上升 我們主要參與肌肉的比例 也會從胸大肌的下半段慢慢變成上半步 一直到垂直往上推的時候 會變成以前三角為主 所以我們也常聽到 要練胸肌就要練各種水平往前推的動作 了解完胸肌的功能之後 我們就能來安排胸肌的訓練 如果你希望能夠盡量完整練到全部的胸肌 我會建議你的訓練至少包含三種動作 一個水平前推 一個上斜推 還有一個水平內收的動作 水平前推的動作 我們可以選擇臥推 這是一個督關節的動作 能夠讓我們使用比較大的重量 跟身體足夠的機械臟力 刺激肌肉成長 我們如果看標準的握推動作 或收好肩胛 略微拱起胸椎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跟手臂的夾角 其實是略微下斜的 所以當你往上推的時候 胸肌的下半步到中段都會收縮到 可以每週安排兩種不同的水平推動作 分散在兩天進行訓練 像我是週一做槓鈴握推 週三做啞鈴握推 各四組 槓鈴會重一點 每組六到八下 啞鈴的話每組八到十二下 解決完胸肌的中下半步後 我們再利用上斜的握推 來訓練胸肌的上半步 只要改變握推的角度 我們就能夠改變手臂跟身體的夾角 來給我們胸肌上半步更多的刺激 一般我們建議角度在30到45度之間 一樣可以選擇兩種動作拆成兩天訓練 我會選啞鈴上斜握推 以及機械式的上斜握推 一樣各四組 每組八到十二講 最後是水平內受的動作 剛剛各種推的動作 除了胸肌以外 我們還會用到三角肌前術跟三頭肌 雖然這些動作對我們的胸大肌 已經有不錯的刺激 不過我們很常因為三頭肌的力量 跟不上胸大肌 導致胸肌還有力 可是因為三頭的關係推不動重量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安排一個單關節的動作 來補強我們胸肌訓練的最後一段 我推薦使用胸飛鳥的動作 並且用Cable來訓練 讓你的胸肌在全程都可以感受到張力 我們可以發現 剛剛各種推的動作 手最後大多停留在肩膀的正上方 這時候我們胸肌其實還沒有進行完整的收縮 如果希望胸肌完整收縮 手的位置要更往身體的正中間一點 甚至可以稍微超過身體的中線 所以我們用Cable訓練胸飛鳥的時候 剛好可以補充最後這一段的訓練 在夾胸時我們要盡量往內夾 甚至可以稍微交叉我們的手 給我們的胸肌更完整的收縮 胸飛鳥的動作我們一週可以安排三組 每組12到15下 接著是訓練後的放鬆 我們一開始有說 胸大肌的功能跟三角肌前術很類似 所以我們日常生活中會大量使用 因此它也是一個容易緊繃的部位 我們可以沿著胸大肌的紋理進行按壓 放鬆緊繃的胸大肌 也能透過伸展方式利用牆壁拉伸我們胸大肌 注意手臂應該跟我們胸大肌紋理平行 最後是有一些關於胸肌外形上的問題 有的人胸肌看起來很大一片 中間的縫又很飽滿 其實很大一部分可能都跟肌肉附著的位置 以及肋骨的形狀有關 如果你的肋骨天身比較寬 可能胸肌看起來就會很大一片 如果你的胸肌就是沒有附著在胸骨的正中間 那你可能怎麼練 胸肌中間的縫看起來就是很寬 好像少了一塊 這些是天生的 即便透過訓練也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還是老話一句 不用太在意 有練總比沒練好 可能你的胸肌沒有辦法練成你心目中完美的樣子 但經過訓練絕對會讓它看起來更美觀 練就對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NFB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